悉尼歌剧院是澳大利亚悉尼市的标志性建筑 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表演场所之一 它的独特外观和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 使其成为了国际艺术舞台上的重要地标 建筑风格 悉尼歌剧院由丹麦建筑师约恩·乌松设计 建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 它的外观独特 由一系列白色的翘状结构组成 像是飘扬的帆船或翘类动物 与悉尼港的水面相互映衬 构成了美丽的风景 多用途场馆 悉尼歌剧院内有多个表演场馆 包括主要的歌剧院 音乐厅 戏剧院 和展览空间 这些场馆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演出 如歌剧 交响音乐 话剧 音乐会 舞蹈表演等 为观众提供了多样化的艺术体验 国际艺术舞台 悉尼歌剧院 是国际上重要的艺术交流中心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优秀表演团体 和艺术家前来演出 它也是悉尼歌剧团 和悉尼交响乐团的助场场所 导览与参观 除了观看演出 游客还可以参加 悉尼歌剧院的导览活动 了解其背后的历史 设计和运营 导览会带你深入了解 这个建筑的内部结构 和背后的故事 夜晚的壮丽 悉尼歌剧院 在夜晚也变得壮丽美丽 被彩灯照亮 成为了悉尼港的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艺术与文化 悉尼歌剧院 是澳大利亚艺术和文化的象征 也是悉尼市的文化重心 它承载了无数经典演出 和精彩瞬间 成为了艺术家 和观众心中的圣地 悉尼歌剧院 是一座不仅代表了建筑奇迹 更承载了艺术和文化的象征性建筑 在这个壮丽的场所 你将有机会体验世界级的表演 欣赏美妙的音乐 以及感受悉尼港的宏伟景色 无论是艺术爱好者 还是旅行者 都将被悉尼歌剧院的魅力所吸引 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